古今中外 東西南北 在邦心中 講古邦 最後一首歌 見證了日本樂壇的很明顯的衰落 這是一個病徵 就是近年 近五六年 越來越多人出精選碟 而那些精選碟是唱很舊的歌 翻唱舊的歌 真的是病徵 很嚴重 病徵 真的是病徵 今天這首歌是一個標誌 就是這個人出完碟之後很興奮 很多人不賣 很賣 然後他不斷出 人們又不斷跟 不同人 男女女都出一些精選碟 唱不同人的歌 舊歌也有 新小小也有 譬如2000年他也會唱 但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練習 為甚麼呢 因為新小的歌很多都不知所謂 你唱一些舊歌 反而你不跟人唱同一首歌 好像以前 我們去Jazz era的時候 那時是沒有什麼歌 Fly me to the moon All that Jazz Autumn Leaves All the Things You Are 你講一出的Jazz Singers 是全部這些歌全部唱過 但不同歌手唱的 其實華語歌也是 很多華語歌都是比很多歌手唱過的 對 華語歌也是 但那時是你同一首歌 其實多些被歌手發揮 就是讓你聽 歌手的特色就是這個歌手 有分別 全部有分別 全部有分別 我覺得 尤其是Modern的流行歌 很多時候你作的東西 又不是真的做一些新的東西 每一首歌都是一樣的 的確 這個是真的 歌得差不多 不如跟一首歌 你把不同歌手唱就算了 我覺得是OK的 這些practice是好東西 但多得很緊要 但對於樂壇來說 樂壇整個音樂事業發展 整個行業的發展 就是病症 沒錯 就是病症 沒錯 就是正正正正 因為過生意不是這樣做 對 生意不是這樣做 對 生意不是這樣做 所以就 沒錯 小商人唱的東西 都令人心情很複雜 對 因為這個真的是病症 我同意這個practice是很好 我也挺喜歡聽翻唱的 跟原唱 有些比原唱更好聽 對 很多的 他有時會重編那首歌 他重編那首歌之後 整首歌完全是升了幾個level 很厲害 真的 因為最近兩年有一個人 叫Juju 女仔 就是日本歌手 他出道了幾年 但在近幾年才起 他翻唱一首歌是90年來的歌 但我聽原唱 嘩 真是 沒有不明白為何當年這麼受歡迎那首歌 我真的覺得很不行 很簡單的 你說台灣 你就算看那些年 你看小肥 林育群 唱一首舊歌 唱得比原唱好聽 原唱真的差勁遠的 可以真是神經 即是婚禮那場戲 那首歌 哈哈哈哈 廢話笑過我們播放 下一首 下一首就是 德永英明的 就唱回鄧麗君那首歌 嗯 就唱回 這個 我知在乎你 沒錯 OK 那德永先生呢 當然我覺得他的歌藝也不算帥 八十年代的人 他就是很柔軟的一個人 即是他的聲音很柔軟 很舒暢 但就這樣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你去玩鄧麗君這首歌 我之前就說是輸了 是不可能唱得好聽的鄧麗君 那我同意 因為鄧麗君是關了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的 definition就是鄧麗君給他 哈哈哈哈 很簡單 每個人唱小誠故事 每個人都去唱 但原來有人唱狗 唱下去已經比下去了 因為大家覺得 因為其實 包括我自己 在內 我也算是一個比較開放的 因為我自己是音樂人 但我還覺得 有些歌 當然我不是說不讓你唱 你當然可以唱 判尾性質的東西 但就這樣 如果真的要說 可以與鄧麗君爭人幾次長短 No way 是不行的 因為他賦予了一首歌 幾個 definition 幾個定義 這首歌是包含鄧麗君的歌聲 他不只是歌詞和旋律 是包含鄧麗君的歌聲 我們要講大原人長久 我們要講小誠故事 我們要講我的在乎你 是要講鄧麗君的歌聲 是的 我很明白的 當然幫他評審一下 其實他就 不太想挑戰 只是找幾首 找幾首 就是經典 是日本人都懂的 就唱一下 沒有問題的 聽起來是我第一個感覺 是的 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樣 是的 其實我覺得是出事的 不是一樣出事 出事的是 他出完一首歌之後 又出第二首 又出第一首 直到五六首歌 喂大哥 是不是真的沒有歌得那麼厲害 這個世界 還有這個其實 心理上其實是免懷過去的 你不停聽以前的事情 不停心理上免懷過去的 一些復古的感覺 他本人是這樣的 他自己演唱會 特意整個演唱會 又是玩翻唱 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 然後其他人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他之前也不是說沒有的 都是有一些歌 不過他就是 譬如說 他是找一堆人 不同的人 唱一首歌 然後出一張碟 就是 這個 致敬作感 Tribile 是的 這個很正常 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會一賽再出的 但他近幾年去到 九屎六十 有些比較出名的 都會去唱 以前 這個 Kubukurore未必吃 但一個 其實都是90年代出道的 二人組合 男生組合很出名的 在日本 即是紅白紀惡的人 那 又出 這個又出 新的人 剛才說的 Juju又出 哎 救命你 新人你都出 都不知道說什麼 即是兩三隻 新人都出 即是兩三隻 即是兩三隻 又出一隻 是唱舊歌 我都不會說話 OK的 你Westlife也是這樣 不過Westlife 現在就收檔了 Westlife 但起碼自己先出幾隻碟 他都 不是 他全部都是唱舊歌 是舊歌 哦 即是Westlife Westlife是一些比較高質素的boyband 是 一些高質素的boyband 嗯 不過 即是 講到boyband 那些boyband又是講愛爾蘭 不知道愛爾蘭 出過那麼多boyband 是的 Boyzone 是的 Westlife One direction 都是愛爾蘭 沒有記載 嗯 不過什麼都好 唱舊歌 音樂上我覺得OK的 但在流行的樂壇 在industry裡頭 是出事 就是出事 出問題的 就出事 尤其是你唱舊歌 比新歌還好聽 比新歌還好聽 比新歌還好看 就糟糕了 真的糟糕 真的糟糕了 即是我經常說 整個社會的那種面貌過去 即是想回到過去的那種感覺 是 今年紅白 徳川多哉 那隊spack 唱的那些歌 好像都會有一些 都是不是他新歌 都是唱一些比較舊的 舊幾年 沒有被舊到十幾年的 這真的很奇怪 因為只有一種歌手 是會不停唱舊歌 就是那些以前很紅 現在來聽的人 基本上阿叔阿嬸 是以前的粉絲 來聽他們開演唱會的那些 才會不停唱舊歌 對呀 新歌手 沒什麼理由唱舊歌 對呀 對呀 即是我們現在聽某些 天王歌手演唱會 也是 其實每個人都是面貌過去的 對呀 因為那群觀眾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因為那群觀眾 連歌手 基本上都是停留在那個時間 對呀 本來那些少女 現在變成師奶 變成阿姨 可能是帶了兒子 帶了女兒來聽 對對對 帶了老闆來聽 對對對 沒錯 聽他們當少女時的東西 對呀 緬懷過 大家都很喜歡 沒錯 這個不是問題 但沒有新東西的話 對樂壇發展是很大事 對一個文化發展來說 當然 對 所以我也希望 日文哥 麻煩給我一些新力 我現在經常都是 很偏偏 不是很偏偏 不是太出名的人 那些真的有好 有心搞音樂 對呀 那些是很OK的 但上不了主流 但那些是不能賣的 對 不能上不了主流 即是你可以 有些名氣 或是靠一些動畫 有少許名氣 有些人懂得 但就變成 始終真的上不了 去一個 一視線的位置 即是三線都不如 隨時說的名字 你都未必懂 那些人 今次今日 就是music industry 是大型的 音樂就不會死 但音樂 即是流行音樂 這個工業 就真的是值量行業 是的 那殺手又是互聯網 對呀 肯定呀 YouTube 類似我們這樣 對呀 對呀 那今天呢 唯有連接歌 聽完真的兩聲幾鐘 不如我們斬吧 是時候斬吧 好 那各位聖誕快樂 新年進到 明年見 拜拜 拜拜